镜头中的世界,电影里的人生 我是莫威斯,和你聊聊关于电影的一切 文秀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名普通女高中生 她生活在成都的一户四口之家里 父亲是一位裁缝,经常会用厂里剩余的布料给家人做衣服 母亲虽然比父亲更加严厉 但对文秀生活上的打点也是十分的惊喜 文秀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高中同学 两人的爱情正在最好的年纪萌芽 可突如其来的知识青年下乡活动却打乱了这一切 文秀自觉响应国家号召 决定前往四川偏远的藏区插队 他感到十分的乐观 并相信内里一定会有美好的事物在等待着自己 一时,一群知青便浩浩荡荡地展开了下乡活动 那是一个连汽车都无法到达的地方 文秀一行人只能骑着马才能勉强到达 这里跟城市相比,娱乐生活匮乏 沃尔芳英一次的电影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消检方式 只是在电影期间,居然有个男人对文秀伸出了贤猪手 这让尚未成年的文秀十分气愤 之后,一个女知青莫名其妙的失踪 让文秀逐渐觉察 这次下乡之旅并不如自己想象中的那样美好 她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在乡下度过了几年的光阴 一天,厂部的书记找到了文秀 他们认为文秀这几年一直都是先级员工 于是决定派他去跟藏民老金学习木马 以便以后回来成立一个女青年木马班 此时的文秀已经不懂什么叫做拒绝 只是对这个看起来有点古怪的老金有所好奇 原来,这个老金之所以有点古怪的原因 是因为他年轻时好勇斗狠 但却在一次泄斗中被人砍中了生殖器官 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 可即便如此 面对要跟一个男人同住一个帐篷 文秀还是很难适应 她甚至前面几天都无法好好入眠 文秀是一个出生在城市里的女孩 对于个人卫生十分注重 但在老金的帐篷里 水是一种十分匮乏的资源 想要每天洗澡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虽然两人的生活习惯十分不同 但老金还是把文秀的需求看在眼里 他偷偷在山上挖了一个水池 并利用太阳将水加热 就这样,一个天然的浴池就这样完成了 面对这样的礼物 文秀表现得十分欣喜 他连忙脱取衣物进入水池中 而老金则十分本分地做起了守卫工作 他甚至对企图靠近的人们动起了枪子 可即便老金在生活上对自己多加照顾 文秀还是依然十分想念成都的生活 他迫切地想回到厂部 完成自己的使命 最后再回到成都生活 而文秀与厂部约定好的时间 也马上就要到来 他对此特意做好了精心准备 等待着厂部的人来接自己回去 然而几天过去 厂部的人却依旧不见踪影 失落的文秀只好跟老金畅谈起了人生 他问了老金是否就甘心这样一辈子养马 而老金对此的答复是 人养马,马也养人 人不管生活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 此时年少的文秀似乎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他依然心心念念地想要回到成都 在不久后 他遇见了一个自称人脉很广的青年小孙 对方告诉文秀 原来厂部没来接他 是因为现在的知青都在闹回城 自然没人顾得上还在边区木马的文秀 而在小孙的暗中提点下 文秀也开始明白 对于没有关系 没有资金的自己 想要获得回城的指标 只有靠自己主动跟一些干部搞好关系 面对这位自称人脉很广的小孙 文秀并不讨厌 于是在小孙的多番追求下 文秀半推半就的 把初夜给了对方 可小孙在事情发生之后 就再也不见了踪影 文秀想要去厂部打听情况 却差点迷失在沼泽地里 幸好老金及时发现 才让他幸免于难 在这之后 一位中年人找到文秀 他声称自己跟小孙很熟 是过来帮助文秀的 尽管文秀对这个人十分讨厌 但在对方的口中 他已经把两个知青送回了成都 出于对回家的向往 文秀选择了再一次示身给对方 只是这件事还是让文秀 感到了十分大的屈辱 为此老金不惜跑了十里地 被他打水清洗身子 从这以后文秀开始自暴自弃 但凡有人说可以帮他回成都 他都可以为此陷出自己的身体 而老金也终于看不下去了 他不明白 文秀一个本来清清白白的女孩 一定要这样作践自己 但此时的文秀为了回家 显然已经不顾一切 于是又是一个难眠的夜晚 一个男人闯进了老金 与文秀两人的帐篷 令粗暴地占有了文秀 为此老金与文秀两人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这一次老金没有为文秀 打水清洗身子 但即便如此 文秀还是执意 独自一人前去打水 或许洗澡 此时已经变成了他的唯一未解 就这样长期以往 文秀不仅没能顺利地离开场部 他的身体反而发生了异样 整日与人私混的文秀终于怀孕 愤怒的老金带着文秀来到场部找人质问 可即便他带着枪大闹场部 但依然没有任何结果 因为连文秀自己都不知道 到底谁才是这一切的罪鬼祸首 于是老金只好让文秀接受打胎手术 看着血流不止的文秀 医生不仅没有怜悯之心 反而冷言冷语地指责他不知廉指 原来文秀人尽可福的事情 早已传遍了整个场部 即便他此时已经因为手术而昏迷 因为自残而获得回程指标的张三指 依然想要占文秀的便宜 为此老金狠狠地教训了他 并最终将虚弱的文秀带走 在不久之后 文秀顺利复原 经过这些事情的文秀 却依然没有放弃回程的念头 他想要效仿张三指 故意用枪将自己的脚趾头打 以此来获得回程度的指标 可文秀毕竟是一个女孩 面对自己的脚趾 还是迟迟不敢下手 于是他只好让枪法了得的老金帮忙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老金瞄准的并不是他的脚趾 面对已经完全迷失自己的文秀 老金毅然选择用枪打死了他 然后再自禁而死 两人就这样死在了老金所挖的浴池里 永远地留在了这个地方 1995年 此时已经在演员方面颇有建树的陈冲 受邀担任了柏林电影集的评委 由于在本次电影节上 看到了太多不知所缘的电影 让陈冲萌生了自己拍摄一部电影的想法 于是根据颜戈林小说改编的天狱 就这样顺势而生 这部陈冲首次指掌倒筒的作品 不仅得到了柏林电影节金雄奖的提名 还一局斩获了金马奖最佳影片以及最佳女演员的两项大奖 可这部在外荣誉无数的影片 在国内却遭到了当时广电总局的封杀 导演陈冲甚至被罚三年不能拍戏 而封杀的理由则给出的是非法在外参长 而如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部影片 我们有理由相信 它被封杀的理由并不只是字面上那么简单 跟其他顺利通过审查的知情影片相比 本片过于直白的展现了知情下乡活动 对一个坚决人格的毁灭 再加上本片中存在的大量裸露镜头 让人很难相信这部影片能够在国内顺利上映 诚然这一切都是知情时代的标志之一 但导演毫无掩饰的表现手法 让人搞不清楚他到底是经验匮乏 还是在故意试探底线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本片中出演文秀的李小璐年仅16岁 那时不喜欢嘻哈不会做头发的他 绝对称得上风华绝代几个字 只是如今看来 这部电影就像他人生的隐喻 简直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解说到这儿 喜欢视频的话欢迎收藏订阅 我是穆艾斯 祝你早安晚和晚安 主持人后 计言